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 大家好 欢迎来到Rizzer投资说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Rizzer 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最近 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原油暴跌 对吧 最近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的WTI原油期货合约 5月份的合约 在前两天突然暴跌 而且暴跌至零以下的一个负值 负30多一个价格 让大家没法就觉得没法接受 对不对 很可怕一个一个数值 说实话这个数值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原油价格居然在期货的价格上跌为负值 而且是负30多 这样一个可怕的数字 怎么说呢 大家首先来理解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期货是什么意思 我先讲讲期货是什么意思 期货就是代表着未来的一个价格 就是我们现在假如说 我们原油现在是20块 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未来一个月的价格 不是20块 他可能是21 可能是22 也可能是19 可能是18 跟现在这个价格20块钱 可能是有一些相高和相低的 所以说期货代表的价格是未来一个月 或者是两个月的价格 就看这个期货的合约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4月份 我们的5月份的合约 代表5月份期货的价格 也就是说大家认为 5月份的原油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所以说那叫5月份的期货合约 如果要是6月份的期货合约 就是你认为6月份的原油应该值多少钱 我们买的是未来的一个价格 而且你这个价格 期货是可以做空也可以做多的 就是期货是一个衍生品 你可以买入看多 认为它未来会涨 你认为6月份的价格会比现在高 你就买入看多 如果你认为6月份的价格比现在要低 你就可以卖出做空 这个时候就是说它要到时候跌了 你会赚钱 到时候涨了 你就会亏钱 如果你做多 到时候涨了 你就会赚钱 就这样一个期货 它实际是你对未来的一个预期 是一个金融衍生品 这个期货概念 我这里不太多讲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百度一下 或者未来我将来专门开一个课 来讲这个期货 首先这个期货合约 对吧 它是一个合约 它是一个可交割的事情 它的5月合约 WTI的美国德克萨斯清制原油 5月合约 在前两天出现了这种暴跌 没复制的情况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只有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 美国的原油存储设施其实不够了 反而布伦特和布伦特原油 它没有跌这么厉害 但它也暴跌了 它受影响 但是WTI跌的很厉害 它直接就跌穿了 因为当时有多头急于平仓 它必须把这仓业平掉 它就不能让它 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么理解 因为 首先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原油价格会暴跌 因为现在全球疫情 对吧 工业和交通都停摆了 所以我们的原油需求就大幅下降 对吧 原油作为一个商品 它不是个资产 它是个商品 它是个大宗商品 所以它的价格是受制于供给和需求的 所以这波原油暴跌 就是因为供给很多 没有需求了 因为由于全国全球的疫情 工业交通停摆之后 没有人在用原油了 对吧 你又不开车 你工业也不生产 这个时候原油的需求非常下降 对吧 航空航卖都停了 所以说需求大幅下降了之后 你的价格自然也会大幅下降 而美国这波原油期货的暴跌 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原油存储的空间 已经不够大了 也就是说能够存储原油的仓库 或者是说游轮 这些旧车是已经被占满了 他们可能空间已经不够了 也就我大概据数据统计 这些空间已经被用了70%到80% 也就是说在4月份的时候 这空间已经用了70%到80了 那未来可能一个月 大家就会恐慌 就说一个月会不会就把油装满了 油就没有地方存了 你像当时这个原油 产出来原油之后 没有地方存了 它去哪儿 不能燃烧 你也不能去倒到海里 那样就浪费了 它就没有地方去 它就不值钱 它不值钱 它在这存储了 它消耗你的成本 对不对 这东西一文不值 你还要存着它 你还用你的技术设施 存储的钱去存着它 这是你的负消耗 也就是说 它的成本 就是存储成本 要比它的本身价格 价值还要高 所以说就没有人再要它了 这个时候产生一个负值 这是为什么它被负值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存储成本非常高 而你不能倒掉或者烧毁 所以原油它没有空间了 你又只能暴跌 而且没负值 这个暴跌的负值 还比你的交割成本 存储成本可能还要高 为什么市场会挤兑 就因为就算我在负值 我割了热 我砍掉了 我也不用去交割 拿着原油在那放着 我还要为它付钱 付仓库的钱 付邮轮的钱 懂吗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赶紧去评 去卖 这个时候就引发了什么呢 短期内的一个 5月份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恐慌 市场缺乏流动性 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挤兑 你也卖 我也卖 所有人都往下卖 这个时候 对吧 没有人去接盘了 没有人去多头 也做多了 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因为5月份就结束了 合约就交割了 就马上交割之前 出现暴跌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它流动性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只能就单边走单边 没有人接盘 所以就会跌为一个复制 这是一个大的原因 所以这个事情说实话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吧 就是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我们也是历史上就是 活久见 第一次 真是第一次 巴菲特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事情 但是呢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一次这个原油的这个暴跌啊 让很多人确实感到恐慌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原油 一个大东商品 它居然可以不那么大的波动 而且也引放了人们 对于原油的这个价格重新思考 就是原油到底它怎么值多少钱 它得值不值钱 以后还有没有原油的市场空间了 大家会产生一个思考 而且最近呢 这些大的产油国 像美国 俄罗斯 沙特 这些国家还在互相的 对吧 就是说 你要减产 我要减产 你不要减产 你一边 就是因为那都是稳住这个价格吧 就会大家就是争来争去的 可以看到这个合约价格 只是5月份的产生了暴跌 6月份 7月份虽然跌了 但是没有对到负值 因为5月份合约马上就要交割了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当中要交割的时候 交割了 你就只能拿到这个现货了 对吧 但是你又不想拿到现货 因为现货完全是浪费你的成本的 所以说你只能去砍割肉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负值 这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证明我们的这个原油需求 确实大幅下降 根本就是没有需求了 可以这么理解 那存储量就是完全浪费 你可以理解 像1933年那会儿 那个牛奶生产过剩 对吧 奶牛挤出来奶 但是又不能去运输 运输就要成本 对吧 因为成本 这个成本比你卖的牛奶价格还要高 那你干嘛呢 你不如打他倒掉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把牛奶倒掉了 所以这个原油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但是我们就这个事情 我们产生一个什么思考呢 就是说 对 首先我们先说 先不说思考 先说这个原油这个期货的问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 原油期货的本身这个东西 就是个投机产品 风险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原油生产商 或者原油的一些 这个现货的这些 拥有者 或者说原油的生产商 这些他们其实是 拿期货做来 用作套保的 就是说套期保值 对吧 他们其实是为了稳定 他们现货的价格的 就是说他们不是为了投机 但是呢 本身这个期货产品 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一个事情 对吧 大家我建议大家 还是不要就是说做一个原油的期货交易 这个其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高嘛 容易产生很大的亏损 我估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在早几年 我们中国国内 很多人就是说 有一些骗子吧 打着这个原油期货的名号 去引用你 引用很多投机者 很多这个赌徒吧 去做什么呢 做原油啊 黄金啊 贵金属啊 这些期货交易 期货投机 他们就是做这种小盘子 然后让你去投机 让你去买买卖 那个很多人亏的钱 赚的钱 七块块 赚的钱 基本上还会再 你再去交易 到时候你还会亏钱的 所以说当时 前几年 这些炒原油期货 炒贵金属的 很多人大部分都是亏钱 都是血本乌龟的 很惨 这两年国家打击比较严 监管比较严 对吧 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 现在我们国家 中国唯一一个 合法的原油期货交易场所 就是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 大家要记住 唯一合法 就是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 交易原油期货 这种更危险的东西的话 还是去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 还有就是最近 比较更火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中国 很多投资者 都购买一个产品 就是原油的ETF 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什么华宝油气 什么原油宝 这种东西 都是一个原油的ETF产品 很多人踩雷了 中行的原油宝 中国银行原油宝 这一次 在这一波 这个WTI五月合约暴跌的之中 中行暴雷 让很多投资者 亏损得薛本无归 而且你还要去赔付 为什么 因为它地位负值之后 中行原油宝这个产品 结算价格 是用原油的五月合约 那个负值 就是负30多美金 那个价格来结算的 所以说你 虽然满肯定困完了 但是你还要去交 负的这个赔偿金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可怕 你知道吗 这投资者 两百万 本来亏两百万 算了 但是你还要亏五百万 你要亏更多 你要去补这个钱 特别可怕 所以投资者 我觉得很多人没法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 中行后面如何处置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大的爆雷点 但是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市场上 那么多ETF产品 那么多原油的基金 只有中行的人油基金 爆雷呢 我告诉你 因为它没有做好风控 没有做好好的操作策略 因为五月份的合约 马上就要到期了 它这个产品就要提前去 换月移仓 就要把这个仓位 从五月份的合约 移到六月份 而且要提前做 因为市场上流动性 在越临近交割的时候 就越匮乏 马上就要交割了 就很少有人交易 很少有人去 做做做空了 因为马上交割 你就拿现货了 这个时候说实话 流动性很低 所以你要提前去交割 对不对 提前去换仓 就是把我五月份的仓位 变成六月份的仓位 继续去做这个合约 你才能保证 不动不会置于太大 但是中行这个事情 它没有做 或者它做的太晚 太迟了 相比像工商银行 其他的什么 这些基金产品 他们都是做早了 很早提前的 好几天就移仓了 换月了 把这个仓位 变成了六月份的合约 这个时候 就算你跌 可能跌到十几美金 二十美金 十几美金 但是你也亏了 但你亏的没有那么多 你没有爆仓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一点 中行这上面做的非常差 他没有做好这一点 就让他们投资者 巨大亏损 所以这个 我想看一看 未来中行 到底如何解释 我们这个原油 把这个产品 让投资者 蒙受巨大损失 是因为你自己 没有移仓换月 没有这个 就是说移仓换月 做好 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关键 好 说完这个 ETF和原油气候的 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聊一聊 我们来审视一下 这个原油 它到底作为一个商品 未来 它的价格 到去上哪里 首先我们来看 原油 我个人认为 其实大家都认为 就是说原油 其实是商品 它是一个大宗商品 既然是一个商品 它不是资产 它的属性 它的价格属性 就来源于什么 就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也就是说你依靠的是 生产 对吧 给生产出来多少原油 这个供给 以及需求 就是说有什么人 有什么厂工厂 有哪里有需求 这个原油 去消耗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大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原油到底未来如何走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需求端 需求 但说实话 现在全球主要的 消费国家和地区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这个表格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原油的消耗量 非常的大 对不对 每年都有很多原油消耗 谁在消耗原油 主要是美洲和亚太 两个地区 也就是说 可以说就是很多发达国家 以及我们中国 在消耗原油 对吧 原油其实作为一种 工业原料 还有就是能源 对吧 两大领域 消耗原油 所以就看到我们这个国家 主要是我们的中国 亚太地区 以及美国 美洲地区来消耗原油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消费结构 你说它用在哪了呢 对不对 我们小姐说实话 原油都用在哪了 用在 第一大头什么 第一大头就是交通运输 也就是说你的航空航天 对吧 火车 就是高铁上面 还有你的汽车 都是要烧油的 对不对 你柴油 什么汽油都是要烧的 所以这就是 它的来源都是原油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 它的大的一个源头吧 还有就是什么工业需求 就是原油可以用来 冶炼化工 沥青 什么塑料 都需要原油 作为一个原材料 来冶炼 这是它的需求 这是它的这个 就是消费和需求吧 再来看供给 供给的话 就要看产油国 到底谁在产这个油 对不对 现在啊 世界上这个原油储量 还是挺大的 世界前五大原油储量国 第一是美内瑞拉 在南美 第二是沙特 就是那个中东国家 第三是加拿大 第四是伊朗 第五是伊拉克 后面还有啊 像中国美国 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但是靠后啊 不是靠 特别靠钱 所以现在说 现在整个全球的 这个原油储量 还非常非常大 还没有消耗了 对吧 各种海上飘的油轮 都在都已经把油 存满了 都在海上飘着 对不对 还有就是你的 仓库为把油 都存满了 所以现在有这个 这个供给 是非常非常多的 再要看就是产量 为什么就是说 现在美国和沙特 和俄罗斯 在对吧 对油价特别担心呢 因为说实话 他们现在是目前为止 全球前三大产油国 美国因为前几年的 页岩油的库存发现 它是第一 现在是第一大产油国了 然后沙特是第二大产油国 俄罗斯是第三大产油国 对吧 所以这三大产油国 它能卖油赚钱 所以它非常在乎 目前市场的原油价格 对不对 所以它担忧 未来原油会一直下跌 所以他们三个国家 才要相互谈判 对吧 我们再来谈一谈吧 我们都要减产 对吧 产量下来了 你的供给就下来了 你的价格就会上去 这是一个商品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目前我们中国 在这上面上 基本上 什么说呢 我们中国其实是 消耗大国 并不是生产大国 所以说我们中国 对油价的这个 比较被动 说实话 就是能涨回油价的 就是美 俄和沙特 这三个国家 最后我说一说 我个人认为未来 说实话 原油最主要 因为就是除了工业 用油以外 就是能源了 对吧 你除了化工 冶炼以外 就是能源 是两个需求端 但是我认为未来 随着我们这个 整个科技的进步 电能非常的高 对不对 你发电的时候 说实话 后面 现在我们这个能源结构 还是以煤炭 和原油为主的 但是未来不一定了 未来我个人认为是 以风光水和 这些电能为主的 就是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还有光伏发电 还有核能发电 所以未来 清洁能源为主的时候 那个时代 到来的时候 传统的这些能源 就会降落 他们的这些需求 就会变弱 所以说未来 我认为就是这种 就是说不可再生的能源 像石油和煤炭 都会下降 他们的需求会下降 对吧 以后都是电车了 都开车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可能 你的需求就下降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未来油价 长期来看 我们还是比较担忧的 对 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可能这些 不可再生的能源 可能未来消耗就变非常少 他们也就不再 被我们人类所那么需要了 它的价格 当它需求变低的时候 可能 它的价格就变非常的低 至于多低 我个人也不太好判断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未来 对于原油的价格 可以保持关注 但是 不要说我长期看多原油 我个人认为 说实话 我是长期看空原油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刚刚说那些话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些不可持续的发展的能源 会越来越减少 我们人类不再使用它们 而用一些更清洁 更健康的能源 对不对 而且说实话 主要还看成本 现在原油成本比较低 所以我们会用原油 但是 当成本 有更低 更干净的东西的时候 原油就会我们 就会被取代 就会被舍弃了 对不对 所以 说短期内 说实话 我个人认为原油 还是有一波反弹的 对 所以说 但是 长期来看 不好说 我建议大家 不要 投资原油的 期货 以及 这些ETF 它本身就是高风险的 对吧 所以说 还是看看 比较好的一些优良资产 比如股票 就算房地产 或者房产也还算 股票 或者是说 这些 其他一些资产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在视频上 点击评论 留言 给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